我們現在開始開會喔 因為部長雖然還沒有就座 但是為了節省時間 我們現在請宣讀 我們剛才就已經宣告了 那麼這個開會要處理臨時提案 現在有一個臨時提案我們請宣讀 提案A 鑑於肯亞案衍生問題 及其他委員會召開多次會議 要求各機關提出報告 且法務部及相關機關 已於105年4月20日 組團赴大陸交涉協商處理方式 威力各機關辦理相關事項 原建請就肯亞等問題暫停繼續討論 並審議其他重要法案 四個機關就肯亞案 馬來西亞案及其他本國人 海外詐騙等處理情形後在意 提案人林維州 連署人 許藝人 許舒華 林德福 宣讀完畢 好 呃 林委員你要做提案說明嗎 因為我要確定您的意思是說 這個提案如果通過之後我們就 接下來就不要再討論了 然後就 你這個是叫停止討論 停止質詢啊 不是 我現在沒有在討論 尋答啦齁 就停止尋答 所以就一直從 顧力雄發言之後就不要再尋答了 為什麼 呃 就是我這個提案理由裡面有提到啦 所以你是覺得說 這個比較我們花了太多時間在處理這個部分 對 那我能不能作為主席我來做一個說明好不好 就是如果各位還記得喔 我們其實本來這個是禮拜一才 增加的這個 這個議程啊齁 那禮拜一為什麼會增加這個議程呢 所以一方面我們跟法務部要的資料沒有來 那我們法務部要什麼資料呢 我跟大家再重新再回憶一下 第一個呢 我們跟法務部要的是 2月16號 在法務部所召開的會議 我們要求他把會議紀錄 呃如果有錄音的資料送過來 還有出席的名單齁 那麼會議紀錄他在報告裡面有附了 那出席的名單早上送到主席台 然後法務部有說明說沒有這個錄音 那當然我們要請問就是說 我能不能跟法務部請問 給我們的這個名單裡面喔 能不能有沒有 我那次會議有沒有這個 呃非政府的官員有沒有學者專家 什麼啊 有誰有辦法回答 你們法務部知道嗎 沒關係沒關係 不好意思還沒有等您回來 我們為了節省時間 我問的第一個問題是說 這個2月16號的參加名單 我們拿到的都是政府各機關單位的代表 那有沒有學者專家 就是民間人士參加這個會議 都沒有嘛 好謝謝 所以這個資料我們拿到了 第二個跟法務部要的資料是這樣 就是說 就是說 在我們的臨時提案 通過臨時提案裡面 C案的第三點 好 跟法務部要啊 這個提案我跟大家 呃唸一下齁 我們要的資料 我們要的資料 第三點 法務部4月16日新聞稿所提及 等立委 這些立委分別所指立委是哪些人 具體事例為何 這個我們是要求在 呃4月18號的中午以前 後來我們放寬到 會議結束以前 後來我們再放寬到 今天會議之前嘛 對不對沒有錯嘛 那麼法務部呢 在呃 禮拜一的下午 就給了我們一個答覆 叫做4月16日新聞稿所提及的 等立委這些立委 系指大院黃國昌 黃國昌 許委員 黃國昌 許委員有名 其他部分需 待看大院議事錄 那所以呢 因為我們不接受 所以我們就說 那要請你自己去看 不管是議事錄 或是任何的影音資料也好 請你去整理 說這些立委是哪些人 不管是黃國昌還是許永明 他在哪一段所講的什麼話 讓你在新聞稿做了這個結論 我這樣說明應該都沒有錯嘛 對不對 所以呢 今天早上啊 就是我剛才拿了這一疊新聞稿 這是法務部 這個部長拿來給我們的 那麼我能不能請問喔 這個新聞稿是法務部哪一位準備的 是哪一位 新聞組的同仁 新聞組的同仁 那他準備的這個新聞稿 是代替你們要給我們的這個報告嗎 就是說 是 那這個七份新聞稿 就是法務部寫這個 這七份評論啊 是法務部寫這個報導 新聞稿的根據嘛 對不對 根據這些評論 是請說 其實只是一部分 那其實有很多其他的資料 我們不願意提供 是因為我們不想再把一個一個委員的名字 提出來 又流於口水戰 而且我們有很多法案 希望大院能夠盡快幫我們審查 所以我們不想再把一一的名單 所以您的邏輯就是說 不願意再一一點出來 是表示還有 黃國昌跟許永明 你已經點名了這兩位之外 還有其他的委員 所以你不願意再一一點名 所以呢 但是這個問題就又更大 表示除了黃國昌 許永明 你們所指控的還有其他人 但是你們不願意事態擴大 所以你們就不願意把他們點出來 好 那這個問題這個重點就來了 就是說我們今天要追究 再追 我們這個是就事論事啊 因為事是人做的 沒有人就不會有事 那個事不是憑空存在 是人去做出來的 我們就事論事我們就要把這個事情給談清楚 如果我們每一個委員也好 或委員會或本院 如果真的做了令法務部做出這樣嚴厲指控的事情 我們自己也要檢討 我們自己也要虛心 我們自己也要追究 那所以我們是懇求 我們現在不敢講我們要求 我們只好懇求 法務部請你們把這些人事 這些害慘台灣的人 做了哪些事情 請你們告訴我們 那你現在給我這七篇評論 我跟大家各位桌上沒有啦 我等一下印給大家 這個法務部給我們的這個七篇評論 用這個來做為他們 發出這個新聞稿的根據之一喔 第一篇評論是應該是旺報的社論 肯亞案不應上綱主權無端指責大陸 好 第二篇是旺報觀點 如果電信詐騙受害人是台灣人 第三篇 喔對不起 然後第三篇是 呃這個是也是 這個是什麼 蘋果日報 蘋果日報 是戰神還是詐欺犯的守護神 那麼這一篇呢 有用螢光筆畫下 我請問這篇作者是誰 徐勝探是國會助理是哪一位國會委員的助理 你們知道嗎 蛤 你們法務部提供這個給我們 你們知道作者是誰嗎 你們有人知道嗎 部長知道嗎 市長知道嗎 在場法務部哪一位知道 你們把一個不知道做的是誰的評論提供給我們 然後你告訴我們這是我們法務部用來根據這個來指責立法委員 好這個用螢光筆畫起來說 或許政府機關大概是被立院眾神們罵怕了 在我們主權人權一定要優先的立委爆料之下 這次我們刑事局立即火速把人救回來 然後下一段 就在前幾天立院眾神們與國會最大黨各委員 國會最大黨 不曉得是哪一黨 國會最大黨各委員無不以最激烈的態度強烈抨擊政府 然後再畫 再往下有一段說 看苗條不對 這些括號進步立委括號們 與未來的法務部長邱泰山趕緊表示 其實目前詐欺罪行已修正 然後再往下的這個又畫的重點 再度用許多 括號法律專家括號的態度來呼籲要冷靜面對 然後最後一段 自詩為進步力量的立委諸公們 你們或許是可帥氣打臉官員的立院戰神 但也請你們不要忽視民意 而迫使政府再度重放詐欺犯 成了詐欺集團的守護神 這是代表法務部的觀點 法務部認同的觀點 應該這樣講法務部認同的觀點 沒有錯吧 觀察到了 畫了螢光筆的觀點 然後再下一篇評論 立院民粹鬧國際笑話 這個是 中國時報嗎 法務部認同的觀點 應該這樣講法務部認同的觀點 沒有錯吧 觀察到了 畫了螢光筆的觀點 然後再下一篇評論 立院民粹鬧國際笑話 這個是 中國時報嗎 我不知道看起來是 中國時報 作者叫孫陽明 那孫陽明各位哪一位認識這位先生 孫陽明 也沒有人認識 也沒有人認識 不是 對不起喔 對不起喔 我再處理 這個東西 既然你們提了這個臨時提案 對啊 我要針對這個 讓我把它問完 你們這位孫陽明先生 今天下午2點要到國民黨中常委會去做報告 堂堂中華民國的立法院 這個都是法務部畫的螢光筆 為了幾個把人家弄得家破人亡的可能嫌犯 鬧出了反中民粹的聲明 這個反中民粹指的是 在立法院院會通過的 有各黨團簽名的那個叫反中民粹的簽名 然後接下來是中國時報的短評 罵人就是問政 然後接下來是聯合報的社論 曾祖權不能無視台灣詐騙橫行全球 然後最後一篇是 中國時報有話要說 民粹禮芒於事無補 作者是鄭其聲陸軍退役少將 好 那我的意思就是說 我簡短做一個結論 我的意思就是說 我們今天要求要查清楚的 我請法務部說明的是根據什麼 去哪些立委在立法院做了哪些發言 或是在媒體上 或是在哪裡講了什麼 讓法務部有這樣的一個結論 發那個新聞稿 那法務部對我們的答覆 就是拿了七篇的評論來答覆我們 那我問的是說法務部說你除了這個之外還有沒有其他的 法務部說他們不願意把這個事端再擴大 所以呢即便有查到立法委員有相關的發言 但是他們也不願意再提供了 那除了黃國昌跟許有明之外有哪些委員做了哪些發言 他們不願意再提供 並不是表示說他們的指控不對 而是呢我不想在這邊再惹惱其他的人 所以我就不再講了 是這樣的意思嗎看起來好像是 可是並不表示法務部覺得他們的指控是沒有根據的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也是除了黃國昌跟許有明之外 其他的委員都有可能去做了這樣的一個 叫做讓法務部覺得說操弄民粹害慘台灣的事情 那這樣的事情就很嚴重了 我們就應該要查難道不是這樣嗎 好 因為我的發言還沒有結束啊 我的發言還沒有結束 所以呢 我覺得法務部今天拿了這樣的一個 這個新聞資料 來 拜託 尊重我們提案委員啊 我們有程序要發言啊 對不對 我現在的發言還沒有結束 我發言結束 主席沒有這樣做的 就繼續 對不對 主席你哩哩哩哩說一堆 對不對 我們很尊重你耶 我在澄清現在在場的狀況嘛 對不對 所以我要把這個事情從頭原油再講 你已經講恩賜了啦 我們聽得很煩了啦 我跟你講 講實在話 你已經講恩賜了 如果我讓你覺得很煩 我跟你道歉 但是讓我把這個 因為你講恩賜重複再重複 那我們已經 有臨時提案你也講了要處理 所以我在處理 處理我們尊重你 一切照程序 我在處理 你當主席我們尊重你 你不能這樣子啊 所以我的結論是這樣 我要做結論啦 對不起 我的結論是這樣 今天跟法務部要的資料 既然是我們的臨時提案通過的決議 法務部就應該要尊重 你就應該要把這些資料提供過來 如果今天 到今天散會前這個資料 這個資料很明確 各位都聽得很清楚 不論在哪一個場合 哪一個委員 經過你們的整理 做了你們指控的這些事情 請你們去整理出來之後 提交給本會 在今天散會之前 如果 今天法務部在散會之前 不交出來 那這個會就不會結束 我們就會延長 我在這邊就宣告 我們就坐在這邊 等法務部把這些資料交回來 我來陪你們嘛 好不好 我各位 這個各自去忙 好 我們現在處理這個提案 那這個提案的意思就是說 我們現在就停止質詢 就不再質詢 然後今天這個質詢就到此 就結束 就到剛才休息之前結束 那這個 林德副委員要求要表決 那各位 對這個提案有沒有意見 如果沒有意見我們就通過 不是我要求表決 你今天身為主席 不是嘛 是嘛 所以我現在在處理 我說對於這個提案 就是要求 我跟各位了解這個提案的意思 就是說 今天就不再質詢 就這個問題就不再質詢了 然後我們就結束 今天的這個質詢 我們接下來進入下面的議程 對於林維州 許玉仁 許淑華 林德副 等四位委員的提案 各位有沒有意見 如果沒有 來 請 因為質詢是每一個委員的權利 怎麼可以你們質詢完 然後就提案說 後面的就不要質詢 而且看看今天的那個題目是什麼 是政府對國人遭遣送至第三國 或大陸地區接受司法偵查 或審判之因應政策的專體報告 那為什麼你們自己質詢完 然後就提一個案子說 後面的人不要質詢 這剝奪所有立委的 這個獨立行使執權的權利 哪有這種東西呢 所以林維為你的意思 這個堅持要這個提案要這樣處理嗎 因為針對這個事情 我們已經討論過好幾天了 那大家的這個立場 各方面應該表達得夠清楚了 何況我們現在就是說 我提案裡面有講到 現在派員到大陸去協商 協商之後回來一定還是有報告 也是法務部要再面臨我們委員會的報告 所以我是提案這樣子 當然還是要經過我們委員會的通過 像之前我們延長或是縮短這些時間 都是可以經由我們委員會來做成決議 所以我還是堅持這個提案要處理 根據我們的議事規則 我們沒有相關的規定 因為我們只有停止討論 那現在是要求國民黨 這個由林維州委員 這個提案要求停止質詢 那我們就來處理 好不好來 請這個黃委員 我想主席請你做一個財事 因為如果有爭議的時候 你財事看是要停止質詢呢 還是要來協商一下 說明喔 據我了解立法院從來沒有過潛力 說停止質詢 但是這個是提案委員的權利 那我如果做財事 這個委員一定這個不接受不服氣嘛 對委員的提案我怎麼有辦法財事 一定是大家決定 我只是主持會議 我剛才的處理只是把這個事情的始末 跟大家做說明 然後陸委會的答覆狀況是這樣 那我們當然也可以不要質詢 就是陸委會這種答覆我們就接受了 就接受了 那也是一種方式 但是我要再次提醒說 這是立下立法院的一個例子啦 就是說 質詢到一半 即便這些委員的質詢 我們現在質詢到第七位質詢結束 我們有二十七位登記 那麼下一位就是周陳秀霞委員 那我們就不再質詢了 我們就接下來處理這個幾個廢紙案 那這不是我可以決定的 這是各位決定的 這是提案委員決定的 我再次強調 過去從來沒有先例 說叫做 終止質詢 來 黃河山委員您請說 沒有想 那個等一下請議事人員表示一下意見齁 就是 所謂的停止質詢 到底是什麼性質的提案 那剛剛委員已經講過沒有前例嘛 那立法院在委員行使質詢的過程當中 我相信 不管我們對現在的規則滿意或不滿意 大家對於以後國會改革要怎麼講 都可以提出相關的修正 那我比較 因為 所以 停止質詢這件事情 等於是 貴委員會決定要立下這個先例 那剝奪在後面其他的委員 在貴會發表質詢 這樣子 的一個權利 那因此我覺得這個事情知識體大 可能等一下請議事人員先表示法律意見 那第二個部分呢就是 呃 趙偉如果還記得的話 我們禮拜一最後 在司法法治委員會的時候 曾經有過一段對話 就是趙偉那個時候問說 欸 他們那些資料 本來您的財事是下午4點鐘以前要送來 後來沒有送來 那你說啊 為了要讓法務部的官員 大家早點回去休息 然後 再整理其他的資料 那我們禮拜三再接續處理好不好 我當場就表示同意了 沒有進一步做堅持 或者是要為難其他任何人意思的要求 那今天這個會議 我本來的認知就是 接續的禮拜一 那個時候趙偉所做的財事 跟最後 本來在委員會裡面相關臨時提案 大家要通過的處理 那要到貴委員會來進行 呃 尋答 因為延續著上禮拜一 還沒有處理完的問題 那我今天坐在這邊 突然 呃 看到了立法院 既然有出現這樣子 停止質詢的提案 我非常非常的驚訝 那還是希望說啊 貴委員會 在行使這項 不曉得法規基礎違和的權利的時候 可能要特別的慎重 那否則未來其他的委員會 是不是都可以比照辦理 那只要有委員 不想要討論 那提出了這樣子的提案 然後我們就開始進行 停止詢大家這樣子的行為 林委員 我能不能跟你商量一下 坦白講因為你也質詢完了 你如果這個案子是說 你放棄質詢 說我不質詢那大家都不要質詢 我覺得道理上比較講得過啦 我坦白講 這個提案委員裡面 你跟許淑華委員 兩位都質詢完了 然後質詢完之後 停止 林德副委員也質詢完了 只有 林德副委員是第一位質詢 然後質詢完之後 你說那我們現在停止 大家不要質詢了 不是 你們提這個 所以我一再確認 你們提這個提案的意旨是什麼 是說我們以後不要再排 有一種方式 是我們今天排完了 我們等他們回來之後 我們再排一個專案報告 這是一種嘛 另外一種是 因為我在跟您確認嘛 所以你現在是說 要求大家就不要質詢了 那我的 我的困惑 跟我的為難是說 你們大家 你們幾位大部分 三位 四位裡面有三位質詢完 然後到我們質詢為止 以後的後面就不要質詢了 這樣子不好啦 你們再考慮一下啦 好 那個主席 我們質詢為止 以後的後面就不要質詢了 這樣子不好啦 你們再考慮一下啦 好 那個主席 你講的也蠻有道理的 國昌兄剛剛講的也有道理啦 不過我們在委員會裡面 還是常常要面臨 就是說這個行使職權法裡面 超出這樣子的規範 還是常常會發生 比如說質詢時間好了 規定12分鐘超出 我們要不要馬上制止呢 如果大家都要全部依照 所謂的這個意識規則來做 其實搞不好是不能運作的 那當然你剛剛講的說 因為我們質詢完了 而提這樣的提議 有這樣的不對等的關係 這個我接受 所以是不是這樣子 那在場的 在場的這個委員也在場 那是不是我們在場的委員 排序讓這個質詢完成 然後我們就停止尋答的這樣子的 我坦白說喔 我們在議事規則裡面 其實當然啦 我們只要委員決議都可以去處理 但是是在場委員 我們也常常 林委員 林德福委員也不是一直在場 好幾位委員也不是一直在場 對不對 除了我一直在場之外 那你說有的委員 我們也常常會離開去處理一下事情 然後我們就是做決議說 你除非現在在場 否則我通通都不要了 我們至少這個程序也都會去唱名三次 對不對 他不在我們才會宣告跳過去嘛 那我們現在 您的意思就是說 我們現在就要另外一個先例 因為我們現在是在報告事項 我們現在不是討論事項 我們現在程序是報告事項的尋答 報告事項沒有暫停討論 因為我們沒有在討論嘛 對不對 所以你沒有程序讓你去提 當然你要去提 只要我們委員會做了決議 當然也可以做 我們可以做決議說 現在要休息 我們要什麼時候再重新開會 當然也可以 所以 來 顧委員 我想有三點 特別提醒大家注意 第一點 委員個人的質詢的權利 是被我們的立法院質詢的行事法所保障的 所以只有他自己不到 或者他自己表示拋棄的問題 我們透過這樣一個決議 不准人家已經登記要進行質詢的人 來進行質詢 這個我想引起的這個問題會非常嚴重 第二個我們現在並不是進入討論事項 所以沒有所謂動議進行停止討論的意思規則 可以利用可以 第三個我坦白講 我是語重心長 跟各位 這個有黨的委員講 如果今天 今天表決說過了 那麼 可以做一個停止質詢的 這樣子的一個動議的話 我想 以後大家也都可以形成先禮 那我們 本黨也都可以在一開始 我們都可以對你 林維州委員召集的會議 我們就在一開始質詢說 我們請求停止這一個質詢 然後我們表決 今天就不要再玩下去了 要不要種下這樣子的惡例 如果論人數 我講的坦白一點 論人數 我們絕對不會比你們差 那我們只是不認為 這樣子的惡例 是一個適當的惡例 好不好 大家慎重考慮一下 我完全同意你的說法 所以我們希望 將來我擔任趙偉的時候 也要尊重 按照議事規則 所提出來的 而不會碰到類似 多數暴力 決議不符合議事規則的決議 我希望能夠達到這樣就好 譬如說 要延長或是 繼續討論 到 沒有限制的時間 OK 好 我們可以接受這樣 完全回歸到議事規則 來做 那希望將來 大家都能夠依據這樣子的 行為準則來做 OK 好 所以 這個提案您就不見得 我們就撤毀了好不好 好 謝謝 好 我們接下來請 周成秀霞委員 時間12分鐘 周成秀霞委員不在 周成秀霞委員 周成秀霞委員不在 接下來請黃國昌委員 是 三驚喜 四驚喜 中文字幕——YK